第1524集 说不定提升自己在登悬榜上的排名都有可能 当即向阳猛的沉声喝道 二百万 拍卖场内一时间寂静下来 所有人都朝着向阳所在的位置看去 他们的心中都是不禁微微震惊 好一个南港相家 一开口便是直接翻倍啊 这向阳无疑是在对众人展示了自己对这化血剑 势在必得的决心了 虽然在场的许多人都对这化血剑有些想法 可是见到这一幕都不禁迟疑了起来 首先是财力 他们能与南港相家竞争吗 其次便是若他们参与竞争 能不能得到这化血剑还不一定 但得罪了南港相家那是肯定的 原本不少跃跃欲试 手都快抬起来的名流 天才们都默默地放下了手 向阳健壮嘴角扬起一丝笑意 南港相家的面子很多人还是不得不给的 当然不是所有人 例如十大家族 以及登玄榜排名靠前的天才 但是据向阳所知 十大家族之中 就他们相家是修行剑法的 而登玄榜靠前的天才 修炼剑法的也寥寥无几 所以化血剑对他们的价值要大打折扣 在他看来 这化血剑几乎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就在向阳面带微笑 做好了付钱的准备之时 一个声音突兀的响起 五百万 与此同时 神国天道宫 轩原墨爷盘腿坐在高台之上 那极致邪恶和愤怒的眼眸 凝视着不远处盘卧的阎天龙神 这么多天 阎天龙神的伤势还未痊愈 他轩原墨爷能坐在这个位置 很大一部分依靠的 便是九天神龙殿的这条阎天龙神 并且阎天龙神不是他的坐骑 更不是他的宠兽 而是合作者 如果不是阎天龙神 他轩原墨爷 可能现在还是一个苦苦挣扎在 神国家族不得适的弟子 要知道 轩原家族在神国都是传说中的存在 轩原家族和神国叶家齐名 却永远被叶家压上一头 只因为曾经神国叶家那位 实力太逆天了 手握六道之权 撼动天地之姿 而他轩原墨爷 不过是轩原家族的云云众生 他天赋异禀 却永远不被家族长辈看好 他猙獰 他疯狂 但他的人生在遇见 阎天龙神之后改变了 他的实力急速增长 他在千年之后成为了天道公公主 而阎天龙神也因为轩原墨爷不断进阶 更是吞下了一个强大能量的传说之物 轮回悬碑 轩原墨爷从记忆中缓过神来 他看向面前跪着的老者道 说吧 今日又是什么急事 那小子以及血龙的消息 有着落了吗 那老者颤抖无奈道 公主 要无音讯 九天神龙殿都寻遍了 依旧没有血龙的踪迹呀 哪怕陵五大陆也没有任何线索 那两个家伙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轩原墨爷抬起头 冰冷而又是血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滚 老者犹豫了几秒开口道 神国在灵五设立的石城之中 已经有两城被一强者血徒 两处天道阁重创 照这么下去 石城都要遭殃啊 请公主大人派人出手 什么 突然 轩原墨爷站了起来 无尽杀意吞噬一切 狂风掀起 这石城千年无人敢动 我神国地位如此 还有人敢血徒 真是胆大包天 老者嘴角吐出烟红的血 强忍住道 公主 还请天道宫强者出手 守护那剩下八成 若那人再敢动手 我们来个瓮中捉鳖 轩原墨爷直接白手道 我给你全力调动八位太虚巅峰强者 以及一位斩恶强者镇守剩下八成 一旦有人闹事 直接诛杀 灵五那些蝼蚁 或许早就忘了我神国代表着什么 拍卖场 五百万 什么 众人都不禁有些怀疑起自己的耳朵了 还有这么出价的 直接翻倍 还不止一倍 而且这意思完完全全 就是要和向阳争到底呀 他们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夜晨面色淡然的坐在位置上 仿佛刚才喊的不是五百万 而是五百一样 夜晨 又是夜晨 如果说刚才夜晨喊价一百万 拍下那一种羹筋 众人只是有些意外 还没觉得怎么样的话 现在是彻底被吓到了 被震撼到了 他们也不禁疑惑 不解起来 夜晨不是来自神火学院吗 怎么会这么有钱 当然 他们都没有怀疑夜晨是随意乱喊的 毕竟那异兽雕像没有任何反应 而在夜晨风轻云淡的喊出了五百万之后 在场之人即使不想也情不自禁的 想起了夜晨在徐胜的酒会上所说的那番话 如果你们能拍到一件宝物算我输 原本他们只当夜晨在装罢了 现在看来这好像不是随便说说 而向阳的面色也彻彻底底的阴沉下来 死死地盯着夜晨 同时他的眼底同样是震撼 这怎么可能 和他预料的完全不一样啊 说实话 在夜晨花了一百万买了那一种羹筋之后 他就没有把夜晨放在眼里了 谁知道这么快就又跳出来了 夜晨对着向阳微笑道 怎么了 向公子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如果你不继续出价的话 这化血剑夜某就替你拿下了 刷的一下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向阳身上 向阳的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挑衅 这垃圾竟然敢挑衅自己 原本他是打算以二百万拿下这化血剑 然后再竞争一两件宝物 或者是留着资金竞争一下压轴宝物的 说实话 五百万的价格已经超出了 这本化血剑应有的价格了 继续竞价下去非常不明智 毕竟五道本源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能够接触到 只是这么做能更快地达到那个境界 短时间提升自己的实力而已 时间虽然重要 但是这点时间换五百万极品神云石 有些奢侈了 可现在向阳能退出吗 所有人都看着自己呢 若是他南港向家连一个神火学院的垃圾都竞价不过的话 他们向家的面子往哪里放 他向阳的面子往哪里放 向阳的双眸都已经冲血了 眼中满是怒火 杀意都在翻涌着 他知道 若是没有叶尘横插一脚的话 两百万拿下这本化血剑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了 就因为叶尘 即使他拿下了化血剑也得损失数百万的神云石啊 就算是向家不至于伤筋动骨 也有点经受不起的 向阳咬着牙几乎是从嘴里一字一字挤出来的一般 我狠狠地说道 六百万 叶公子 你是当真打算与向某争抢这化血剑吗 这化血剑对我向家颇为重要的 如果叶兄愿意成人之美和我向某交个朋友 他日我必定邀请叶兄来我向家府上好好嘲谢一番的 众人再次睁大了眼睛 看着向阳 这登选榜排名第十二出身自十大家族之一的天之骄子 骄傲无比的向阳竟然低头了 这一番话分明是对着叶尘示好 退让了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连柯竟与李延熙都是有些惊讶地看向了向阳 众人面上显出一丝笑意 知道叶尘应该要收手了 只要他不是傻子 现在都应该收手了 首先继续竞价下去 这本武器就已经大大溢价了 买了很亏 而且那就是把向家彻底得罪了 就算这叶尘再嚣张 也不可能真的不把十大家族放在眼中吧 谁知道叶尘只是淡淡扫了一眼 便继续道 一千万 他甚至没有多说什么 根本不打算回应向阳 若是之前向阳对他以礼相待 他可能还会考虑一下 毕竟本源武器在本源 能有风轻阳的六道之剑更高级 更贴近极致武道吗 这本画写剑 叶尘之所以想要拍下 只是用来印证一下自己的理解 看看能不能让剑意更进一步罢了 但是向阳处处威胁和刁难自己 让他很不爽 现在要给他向家面子 对不起 他叶尘还真不把什么向家放在眼里 这向阳也不配做他的朋友 这下会场之中的人可都要窒息了 一千万呢 而向阳文言一愣 叶尘刚才说什么 一千万 一千万 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现在 就算是他想继续出嫁都做不到了 一千万就是他的极限了 继续加价 他便出不起了 而反应过来之后 接着他便像是被逼到绝境一般的野兽一样 紧乎疯狂 浑身的气息与建议都开始不受控制的 无限释放了 叶尘竟然一点点颜面都不给他留了 他向阳何时受过这种侮辱 连十大家族的传人都不敢对他这样 你一个神火学院的垃圾敢这么对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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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